他曾为萨玛兰奇 卡斯特罗 克林顿等150多位国际名人 创作水墨肖像速写 92年的时候 跟曼德拉画肖像 他要把它挂着 挂在显著的位置 画而幽则速 花甲之年 他弃笔之刀 用雕塑 架设中外民间 有益之桥 这是保加尼亚的国父 金融危机的时候 保加尼亚很困难的 我就决定树他们这个雕像 我送到了保加尼亚 他用独到理念 创作环保题材剧作 被联合国授予环保艺术大师称号 我一直就是在追求这个东西 一直到最后 我对自然对水 对边疆那种爱恋 一直到对其 发展到 对自然的这种保护 这一天 北京的斯洛伐克 驻华大使馆内 正为一尊雕塑 举行揭幕仪式 眼前这尊石特凡尼克将军雕像 庄重肃穆 身着军装 双眼凝视右前方 雕像底座上 用多国语言雕刻着这样一句话 相信真理 践行真理 捍卫真理 招视了这位捷克斯洛伐克建国者 毕生的追求与功勋 他的作者正是这位75岁老人 中国著名雕塑家 袁锡坤 我把世界国国的先贤 树道治理 想招视下一代 让中国的小朋友知道 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先贤 人类的进步思想 不是单于民俗创造的 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从2004年至今 袁锡坤先后塑造了 甘地 托里霍斯 帕德莱夫斯基 波特夫等50多尊 国际名人雕像 袁锡坤也因此 多次获得国际奖章 雕塑作品被日本 希腊 俄罗斯 美国等国政府 和有关国际组织博物馆收藏 这里是袁锡坤 于1997年创立的 北京金台艺术馆 此后他把所有创作的 名人雕像复刻品 在此展出 并先后举办 400余场民间文化交流活动 通过自己的艺术手段 让文化交流之路兴盛繁荣 就是袁锡坤的初衷 我因为雕塑是要翻译的 我就 就像这样 你发布或俗事 世界上 不但做了 而且我还走出去了 这是保加尼亚的国父 金融危机的时候 保加尼亚很困难的 我就决定树他们这个雕像 他的总统既是来北京 首先是到这 晚上当晚从飞机场来到这 都参拜 袁锡坤的雕塑作品 追求写实的创作风格 力图通过雕塑 将人物的性格 与外在形象结合 达到以形传神的目的 1944年 袁锡坤出生于云南昆明 一个艺术世家 他的父亲袁晓岑 师从徐悲鸿 即画家 雕塑家 美术教育家于一身 童年时代 袁锡坤受到家庭氛围的熏陶 很快展现出了 独特的艺术天赋 在50年代 这个上到年大副校 最好的学校 升国期前 问谁最伟大 我会说出个罗丹来 这不得了了 当时在边陲 那是罗丹 罗丹是什么外国人 幸好因为一查 他爹是艺术家 在家庭的培养 和个人的努力下 袁锡坤顺理成章地 成为一名画家 但他不愿在当地文化馆 做办公室 而是选择到条件艰苦的 云南边陲 观察自然 学习绘画 练就了毛笔塑写的技巧 从上世纪80年代起 袁锡坤先后发表了 《西昆塑写》 《怎样画动物》等 多部艺术创作书籍 同时开始专注 人物肖像画创作 凭借简洁直观的笔法 和气韵生动的神态 袁锡坤的作品 广受赞扬 他曾先后应邀 为萨玛兰奇 卡斯特罗 克林顿等150余位国际名人 创作水墨肖像速写作品 并被赞誉为肖像外交大使 2004年开始 袁锡坤依然放下毛笔 拿起泥塑刀 离开自己功成名就的水墨化领域 转型为一名雕塑家 如他自己所言 他要用更立体 更永恒的方式 创作全新的艺术作品 学而优则是孔富士的画吧 我给它改成画而优则素 我都通达地理解 造型的各个角度 我当然跟素是连着 就是说画而优则素 画到一定水墨 画而优则素 我画了那么多洋人 得到那么多收卡 后来我就觉得 要应该一种更立体 更永恒的方式 来塑造这些人的封贝 袁锡坤用手上的一刀一刻 在赋予作品结构之美 力量之美时 融入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 同时将中国文化元素 融入备受国际关注的环保话题 对艺术品当中 最难的就是这种崇高精神 我一直就是在追求这个东西 一直到最后 我对自然 对水 对边疆那种爱恋 一直到对其 发展到 对自然的这种包袱 要多读证实 少搞看这些先为人知的 所谓的短命的东西 火斗变青蛙式的 不要突变 火斗变青蛙就是渐变 不要突变 突变就是癌细胞 不一定流行的都好 为什么呢 比如流行性感冒 得了说完了